反反大 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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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們找了Mark Sir 一位對聖經考古學非常之有研究的人 他現在就在芝加哥 所以跟他越洋來一個電話 要Mark Sir跟我們講一講 我也看過一些紀錄片 原來以前以色列那個地區 即加南那個地區的時候 是拜多神論的 但是他們真的 後來他們變做 只是拜一個神 他們就覺得 還是不要搞那麼多東西 你只是拜一個神 因為那個神生氣 搞到我們雞犬不靈 其實是不是真的入基於什麼 是不是真的那麼雞犬不靈 搞到他們要拜一個神 當然是有些原因 會不會天災人禍 會不會天災人禍 令他們迷信 覺得都是不好 只是拜那個神 即是那個神是特別厲害的 因為那時候有很多神 那為什麼不是大空那個神 是做了你們那個神 即是那個耶和華 即是現在的單一那個神 那為什麼是耶和華 為什麼不是火神 為什麼不是那個貓神 會不會是耶和華 真的他曾經出現過 即是是不是那些叫顯靈 不知道 死呀你頑皮呀 如果按照聖經的 舊約歷史後期這樣說 就是一先知已經在 巴比倫去到滅國之前 已經提了他們 警告了他們 如果你們再不乖 巴比倫真的會來滅國 那那幫人就覺得 那個耶和華是我們的神 他一定會保住我們的耶和華 會被毀的 誰知道真是被毀的 是嗎 那他們就被四散 有很多被俘虜去到巴比倫 那在那裡他們就 開始明白 哦 原來之前才說的 真是對的 那他們有這樣的 即是宗教上面 或者信仰上面的改革 類似從這樣的情況 所以到他們回歸回去 加南地 那裡居住 雖然只是少數的猶太人 那他們都明白 哦 我們要洗心革命 不要再擺這些偶像 那在這個角度來看的時候 就是大體上 就是考古後找到的實物的東西 這個聖經文本裡面 九月裡面的故事 大概是吻合的 那我又提出一個問題 聖經又是誰寫的呢 我猜是猶太人寫的 因為猶太人說他們是被挑選的民族 對嗎 對嗎 對 當然一定是猶太人寫的 什麼時候寫呢 有很多爭論 還有為什麼要寫呢 就是起碼要承書的時候 一定是被俘虜回歸之後 就承書 就是那些舊約的書本 開始攜拆了 這些是一些神聖的傳統 他們需要繼續保留下去 所以寫書的時候 他們寫的東西當然一定是 反映他們當時看事情的角度 他們看他們歷史的角度 所以有很多先知書 有很多猶太國 未被俘虜之前 留下的一些文件 一定是攜拆了 所以舊約裡面 一定是 反映出那種讀神宗教 譬如來人 純正信仰那種的角度 因為我好像就說 聖經講過 舊約 頭五章 就是摩西寫的 但是後來就有質疑 因為 就看回舊約裡面的文字 首先 其中有一章 講到摩西 死了就被埋葬 照計 你沒理由自己寫回 死了被埋葬 那 已經不是很合理 另外 原來就說 很有趣 裡面聖經講到 譬如摩西 他 不知道是摩西 還是 洪水 浸了 羅雅方舟 那種 那個洪水 那邊就說 浸了 四十日 四十夜 轉頭 有些地方 又說是一百五十日 羅雅 就說 究竟要帶多少動物上去 有些地方就說 所有動物都每樣帶一對 然後 另一行 其實是在另一行 就說 同一頁聖經 就說 帶七對乾淨的 一對骯髒的 所謂骯髒的 可能是吃肉的動物 那 另一邊就說 因為羅雅想看看 那些洪水 究竟散了沒有 所以就 傳一隻白鴿出去 另一段又說 其實他又傳了一隻烏鴿出去 那其實 為什麼裡面 同一個故事 會有不同的版本呢 是不是 我不知道 搞錯了 不同人寫 還是 在校圖學上面 這是很古大的問題 哈哈 如果說作者來說 我剛才說過 絕大以後察人 希巴羅人 寫回來 或者他們 攜集一些古代 以往他們 上一代 留下來的經驗 這些神聖的傳統 可以保留 被俘虜之後 回歸 集成書 那些其他文本的 究竟裡面 好像剛才你說的 那些 到底他們 本身的 歷史有多長呢 還是 只是後期作出來呢 那這個考古上面 是 怎麼說呢 如果你說是摩西寫 摩西五經 是 頭五本書叫摩西五經 那我想我們 又要分清楚 就是怎麼說 我就會這樣看 因為現代人看作者 即Authorstrip 就是跟古代人不同的 即現代人看作者 一定是我寫的 我簽了名字 是 但是舊時代 古代的時候 他們看作者 就不是這樣 作者只是保存者 即是保存一些古代的經驗 然後再寫一個故事出來 或者 攜集了 Combine 這些不同的傳統 然後寫出來 那他們沒有Copyright 嗯 所以可能 也沒有版稅收的時候 沒什麼所謂 是啊 沒錯 即是一個寫了 那下一代的 叫Elector 就是編輯 他可能加些東西上去 是 編輯上去 那確實是有的 就算是初世紀 都有些是 後代的人 他是編輯回去 即是說 他打了一個城 那個城叫什麼名字 那那個編輯明明加了一句 那個城以前是叫什麼名字 現在是叫什麼名字 所以他有更新的版本 嗯 所以這班人 即是無論是第一代的 第一個寫的 或者之後有編輯國家的 那全部都是創作者 是吧 嗯 所以你說 是否摩西 逐個字寫那個五經出來 我就單純你剛才看 即是他自己死的 嗯 沒有理由他先寫了 是 寫了先 然後封起他 如果我在山上不下來 你拆開他 不可以這樣 嗯 所以看作者 其實就是古代的人 寫了很多 嗯 都可能 因為古代的人寫這個 寫的經卷的時候 就覺得摩西這個名字 有說服力一點 我當然是 即是說他寫的 然後呢 就讀給大家聽 因為這些經文 都是獻給他 所謂他的上帝 都是叫大家去信奉 同一個神的 那如果都是 一個出於一個 比較有說服力的人 的名字 在他寫出來 那大家都 比較拜 摩西那一套呢 可以這樣說 是的 如果是說 那個作者 那 那個 好一點的字眼 不是我們今天說 作者 他是由頭寫到尾 那種 其實呢 我也聽過幾個說法 對於這個 伊甸園 有不同的 效果學家 有不同的猜測 有些人就說 應該就是 這個叫做 巴比倫空中花園 有一些 有些學者 就說 不是的 其實呢 古來古去 找來找去 很可能 就是在 根本就是在耶路撒冷 現在的 聖殿那裡 因為以前的聖殿 他們就很流行 將那些 牆壁上面的 浮雕 去雕一些 植物 水果 的圖案出來 變成 就好像一個花園 那樣 然後在花園 那個聖殿裡面 發生的事情 就是 好像變成 伊甸園裡面發生的事情 故事移植了下去 那也有一個故事 有一個說法 我又覺得 都幾 都幾令我信服 就是說 伊甸園 其實都真的 好像存在過 但是很久之前 還要是 那就說 因為 他聖經提過 伊甸園 就說 在四條河 的 的 源頭 是嗎 是 在四條河的源頭 那裡 那四條河 所以 現在很多 那些 考古學家 都在找究竟 那四條河在哪裡 其實有名字 但是 又 找到一下 但是 好像又不是 河的源頭 那 就有人 推測 就說 去回 現在的 這個 波斯灣 你有沒有聽過這個 說法 有有有有 馬Sir 怎麼講法 就是說 伊甸園大概位置 在現在波斯灣 或者 在科伊格的地方 是啊 那就是說 看去它的地型的話 其实它 都是一個 黑海裡 那樣 有一個大範圍 好像 半邊漏斗 裡面 有一個大範圍 然後有一個很窄的入口進入這個海裡 也可能冰河時期那時候溶水 令到整個世界的水平線都上升 然後那些水就衝進去 就淹沒了那個地方 說到其實伊甸園上帝是否拘捕了他們 然後伊甸園就沒有了 你們就回到一個很多罪惡 沒有那麼漂亮的世界 其實伊甸園的摧毀就是 那時候的洪水突然浸在那個地方 變成一個傳說 但留在那個地方的人口意相傳 令到那件事怎麼說 神話化了 但伊甸園的摧毀 不是因為阿當和夏娃嗎 按照聖經記載 按照聖經記載 因為他們扮嘴所以扔他出去 是呀是呀 聖經是否其實說過 阿當和夏娃之外是另有其人 即是阿當和夏娃不是第一個人 不是第一隊 即是夏娃之前 阿當是否還有一個老婆 阿當和夏娃是第一隊 我聽過一個故事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聽過 阿當的老婆 之前不是夏娃 之前有一個女人叫Lilith 那這個Lilith的女人 那這個Lilith的女人 就是因為她很有趣 這個故事就說 Lilith她要女上男下 她就很女權主義 但阿當後來就和Eve在一起 不要Lilith 那Lilith就很妒忌這件事 還要成為一個好像麗鬼那樣的東西 以後呢 就逢是小孩都捉了她 然後還要捉小孩來吃 那去到後來就有一個傳說 就是說 所有人 在信這個故事 聽過這個故事的人 都很怕Lilith 會去他們的家 找他們的小孩吃了她 所以晚上的時候 首先能讓小孩出門口 晚上可能家裡有些 不知不知道 就是防Lilith 找他們的小孩的東西 那些符筆 那些東西 那還要呢 就和小孩可能唱歌 那還要和小孩唱歌 就說 他們那時候的語言就說 Lilith阿B 那就是有人說 就是為什麼 安眠曲 就是和小孩唱的安眠曲 英文叫Lalabar Lalabar這個字是怎麼來的呢 有人就說 Lalabar其實就是來自Lilith阿B 就是Lilith 麻煩你走吧 你不要找我小孩 讓我小孩睡得安長一點 這個就是一個故事 令我覺得 原來伊甸園這個故事 原來阿當有一個老婆 在聖經考古那裡 我又再研究一下 再了解一下 我不懂研究 留回Mark Sir 再了解一下 原來 耶和華 以前有一個老婆 原來在神像的figure 拿出來 原來她 又很有生養 這個令我覺得 為什麼聖經考古學 是這麼令人神亡的呢 這麼fascinating 就算我對聖經的興趣不大 我覺得 不要玩我了 所以今天找了Mark Sir 跟我們講一講聖經的考古學 我們稍後再回來講一講 聖經考古學 今次請問我們 一講 麻煩 乱 在 馬志 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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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明